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看这个藏在深山之中 但却大名远洋的滑雪场 到底是个什么样 长白山万达滑雪场的规模 属于中规中矩吧 主要由四条缆车覆盖的四个区域所组成 分别是将军所 白虎所 率所和龙所区域 其中将军所 白虎所 龙所三个区域在前山 率所一人 单独镇守后山 在主峰的顶上有一间咖啡馆 算是长白山的网红打卡地吧 到了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小小的咖啡馆里人满为患 很多不滑雪的游客 也会坐缆车上山 专程来喝一杯咖啡 稍稍体会一下滑雪的氛围 咖啡馆边上 就是从后山上来的率所 这里是万达滑雪场里 最具挑战型的雪道之一 黑龙道 可惜今天没开 随便拍一下大家感受感受 黑龙道旁边这个缆车 就是龙所 我在上一期的视频里有提到过 松花湖滑雪场 它的主页是卖房产 那么万达滑雪场 它的主页就是一个 卖酒店房间的度假景区 在这里 有超豪华的酒店阵容 而滑雪场 就是这些酒店的一个 配套娱乐设施 关于酒店的话题 我会放到介绍住宿的环节 详细展开 那这里先不废话 直接带大家走一圈 滑雪场最知名的大将军道 来亲身体会一下度假区的雪道吧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将军道是滑雪场内最知名的一条高级道 道不是因为它难度最高 而是因为它正对着整个度假区 来到滑雪场的每一个新手 都能看到高手们从大将军道上 刷刷刷帅气地滑下来 从安默默地在心里立下了一个小目标 有朝一日 自己也要征服这条大将军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滑到这里 大将军道的有效滑行坡道 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下面的坡度很缓 我用正常的滑行速度刷下来 才耗时一分半 和其他滑雪场一些三四分钟的高级道比起来 确实短了不少 雪道过短的主要缺点在于 刚刚滑出了些感觉就结束了 又要花好长时间坐缆车 等缆车到顶之后 刚刚的感觉连影子都找不着了 这里是缆车站的下方 可以看到有很多教练 在教第一次滑雪的客人 一些基本的平地动作 这里往往集中了雪场中大部分的人 在万达 其实仔细去看他这边教练的马甲 上面会写着度假助理 而不是滑雪教练 再一次印证了 长巴山万达就是个度假区的存在 不过有一说一 这样的氛围 对于刚入坑 或者还没有入坑的初学者来说 是相当友好的 周围都是初学者 所以自己东倒西歪的样子 也不会显得太突兀 度假助理也不会像其他雪场的教练那样 无心中给学员过大的压力 他们的任务 主要就是帮助你快乐地度假 在平地上练完 就会被带到这边的摩坦来 长巴山的摩坦道 倒还算是比较宽敞的 滑雪场也有设置免费寄存雪板过夜的场所 不过一眼就能看出 是后期加出来的 一开始作为度假区定位的万达 可能就没有考虑到 自带雪板的雪友 还有这个需求 所以 这个简易存板房 还存在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 就是在下午缆车快关停的时候 会出现爆仓的情况 在这里 还有个万达的特色 就是专门设置了一名教练 免费带大家做热身运动 如果是第一次滑雪的游客 不管有没有请私人教练 都可以请教这位热身教练 一些最基本的雪具的使用方法 对于新手来说是相当贴心了 从雪具大厅的装修风格 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比较有年头的滑雪场 大厅的整体设置和其他滑雪场都差不多 雪票柜台 雪具租赁柜台 储物柜等 可以看到 大厅里穿梭着很多穿红衣服 灰马甲的人 没错 他们就是度假助理 如果是第一次来万达滑雪场 对整个流程比较闷圈的话 随便逮住一个度假助理 问就是了 他们一般会比较殷勤客气地指引你 当然也免不了 像理发店的Tony那样 给你安利一波教练课程 在这里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如果需要自己额外购买雪票的时候 也可以找度假助理 从他们那里买到的亲友票 价格可是比自己老老实实去柜台买 要低得多的 逛完雪具大厅 再到滑雪小镇逛逛 万达滑雪度假区 算是国内第一个 引入滑雪小镇概念的滑雪场了 并且其小镇的规模 就算到目前为止 也算是国内单个滑雪场中最大的 而且小镇上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 除了一般的餐饮和购物之外 在这里还有电影院 KTV 和小镇另一头的温泉一起 给度假区添加了不少的可玩性 雪具店方面 看起来倒是不如其他滑雪场来得多和全 这倒也契合了其度假区的定位吧 毕竟大部分人就是想来轻松度个假 谁还愿意在这儿买一套雪具 辛辛苦苦背回去呢 餐饮的话 麦当劳 开封菜和必胜客三巨头 可以满足一部分国际化的胃口 在小镇的另一边 还有更加本土的东北馆子和烧烤火锅等 所以在万达滑雪场 基本不存在密室失败的问题 不过密室排队的现象 倒是时有乏身 小伙伴们请注意错峰就餐哦 密室完毕后 让我们到后山的帅锁区去看看吧 帅锁区域因为在后山 一般来说阳光比较少 加之雪道相对比较窄 来滑的人相对其他区域就要少一些 所以在前山人特别多的情况下 帅锁区域是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带大家看一看 万达滑雪场最受欢迎的炼火道 小将军道 小将军道由于坡度适中 宽度和平整度都不错 所以特别适合练习各种动作 而且其下方又直接连接了 初级道绅士道 所以雪道总体长度 在雪场里也算是比较长的 这里可以注意看一下雪道右侧 站着身着 番茄炒蛋配色的安全源 雪道上每隔一段距离 就会有安全源 但凡有人摔跤 安全源就会过去查看 真是安全又开胃 这样的人员配置 在其他任何雪场 基本都是看不到的 对新手来说 真的是贴心度爆棚 拐过一个弯之后 这里开始算出击到绅士道 绅士道有单独的缆车 可以上到这里 作为滑雪场新手 从摩坦去毕业之后的 第一个试炼场 这边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需要格外注意 总体来说 曼达滑雪场的雪道数量 并不算少 而且出中高级道的分布 也算比较平均 但比较遗憾的是 所有的雪道长度都偏短 暴露了其只是一个度假区 而非一个严肃的滑雪场的本质 但换个角度来说 雪道短也并不全都是缺点 对于初学者来说 雪道短不至于让人滑到崩溃 对于那些结伴而来的 雪道短 想要等的人不至于等太久 想要追的人也不至于望尘莫及 虽然万达滑雪场的确不太适合 大神级选手硬核刷道 但是对于初中级滑雪者来说 算是个很友好的滑雪场了 方方面面都为初学者考虑的比较周全 小镇配套又便利又丰富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 就是度假区超豪华的酒店阵容 从快捷型的宜碧丝 到高端型的博越 风简游人任君选择 所以我个人观点是 长白山万达滑雪场 非常适合举家出游的 带朋友入坑的 酒店爱好者顺便滑个雪的 以及飞翁之翼不在酒的 刚刚说了 长白山万达滑雪场 拥有超豪华的酒店阵容 我们就通过这张图来看一下 度假区内有哪些酒店吧 这里最强势的是假日系酒店 分别有假日套房 假日酒店以及自选假日 其中 自选假日和伊比斯酒店一起 位于小镇比较偏远的位置 离小镇中心餐饮购物区域比较远 但如果滑雪的话 门口就有龙锁可以直接上山 如果不滑雪 度假区内也有免费接驳车 可以到达小镇中心 假日酒店和假日套房酒店 是小镇里位置最好的酒店 出门就是各种餐饮购物 非常方便 喜莱登 威斯汀和凯悦稍稍偏远一点 博悦则藏在凯悦之后 离中心地带更远一点 符合他的高冷调性 一般来说 度假区的酒店 都是以套餐形式售卖的 住宿几晚就会赠送几晚的双人雪票 也基本都含有早餐 所以还是比较省心的 小伙伴们只要按照自己的预算和偏好选择就好 位置和便利性 说实话 其实差的都不是特别多 如果万一有和我一样爱好穷游的小伙伴 其实还可以选择逃离度假区的魔掌 住到最近的松江河镇上 从度假区打车到松江河镇 大概20分钟左右 车费一般单成一口价40元 松江河镇上的住宿相比度假区要便宜许多 有酒店也有民宿 当然条件不能和度假区相比 长阀山万达滑雪场前几年 在华东地区学友圈中非常火的一个原因是 它的交通算是非常便利省心了 从上海有直飞白山的航班 然后白山机场门外就有万达度假区的免费接驳班车 按照航班到达时刻 等客上车 班车从机场到度假区大概也就半个小时 回程也是一样 免费接驳车从度假区送到机场 整个过程完全不用自己操心交通的问题 因为你只要操心钱的问题就可以了 由于飞白山的航班很少 所以在旺季的时候 不管从哪个城市 飞白山的航班都特别特别的贵 所以在这里给小伙伴们提供几个 你们不差钱所以大概率用不上 但是以防万一的交通途径 1.飞沈阳 然后从沈阳坐K7511沃铺火车 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就能到达松江河镇 然后从松江河镇打车20分钟就能到达滑雪场 开始一天愉快的滑雪 2.飞长春 然后从长春龙家机场坐旅游大巴县到达度假区 大巴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省景区直通车上预定 不过大巴耗时比较久 需要5到6个小时 3.如果之前在松花湖北大湖滑雪 需要转场到长阀山万达的小伙伴 可以在吉林市区的客运站 坐长途车到达松江河镇客运站 再打车去雪场 长途车的时长也需要5到6个小时 是不是听完我这一圈的交通介绍 小伙伴们都乖乖地选择掏钱买机票了呢 好了 长白山万达滑雪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请一定一定要记得关注并打开小铃铛哦 下一期我们要去的滑雪场 还是会在吉林省 小伙伴们应该能猜到是哪里了吧